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巴丘大侠的投资日记 我是巴丘大侠 OK 这一集不讲股票 我来讲讲NFT 我为什么会花了百万 买一张JPG图档 而且不止一张 我买了几张 然后也会讲说 美股的近况等等的 主要这一集还是以讲NFT来讲 因为最近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失讯 问我说NFT到底是什么 那到底他要怎么玩 怎么来加入 怎么来进入 OK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NFT用一个最 我觉得最容易 让大家可以理解的 就是 他就像是一张 俱乐部的门票 俱乐部的门票 像是 我们就讲台湾的 比较有名的一个群 叫做什么 Fomodog 他算是台湾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一个社群 最有名的一个社群 那这个社群是非常重要的 在NFT里面 社群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好的社群的话 它可以呈现一个正向的回全 在里面 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的 你可以打听到很多的资讯 我们知道 在投资里面 你只要你的资讯 比别人还领先 你就可以赚到 比别人还多的钱 就是靠资讯落差来赚钱 但是在NFT世界 为什么群组的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里面 有没有常讲 币圈一周如股市一年 而NFT一天 如股市一年 所以一天的变化就很大了 所以加入一个群 就可以让大家的情报 有一个团结的作用 所以一个好的群 在NFT投资是蛮重要的 那为什么我说NFT 其实就像是一个 俱乐部的门票呢 就假如说 以台湾现在最成功的 这个Fomodog来讲 它目前在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就是 你可以讲阿神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你自由买卖的一个市场 在上面目前 它发行了777支 然后总共有646个钱包 拥有这777支 那目前的底价 是23个以太币 等于说你出23个以太币 你立刻就可以成交 OK 那目前的市值是1.3K 那这几个指标 带来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未来的 接下来的影片 或者是接下来 我都会一步一步教你 如何进入这NFT的市场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大侠 一起来进入这NFT的世界的话 我们一起来玩 一起来投资 那记得帮我订阅起来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讲 所以为什么是一个门票的概念 就是你买了这个 买了这个图案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到Fomodog 它的一个群组 那这个群组 我们通常都会叫一个 Web 3.0 它会用叫做Discord Discord群来 Discord群的好处是什么 它里面不只有聊天 像传统的LINE聊天 你们就一直聊 然后你要找资料 其实很难找 很难找 那Discord有个好处 就是它旁边有分类 例如说 你想要来找说 最近 今天有什么好的项目 或是今天有什么好的币圈 什么加密货币好投资 或是今天有什么股市好投资 好寻找 然后又一个聊天室 所以大家在里面 会比用LINE群 跟一个 说是Telegram群 来得更好 更好用 所以现在基本上 都是用Discord群 那为什么一个群组 很重要就是在说 当一个群组的 里面的大佬多 就是有钱人多 那里面资深玩家多 他分享来的消息 或者是他对于这个 这个 很多NFT市场的一个看法 它带来非常重要 就假如说 一个币圈大佬 今天他突然说 我要重买A项目 就讲这个 我们就直接讲一个实例好了 就FOMOTOG算是台湾最大的群 然后呢 他重买这个 叫做杰伦雄 杰伦雄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杰伦雄 那这个杰伦雄 他是周杰伦创的一个 炒牌 的一个品牌 然后 这一开始 红是红在哪 他一开始不红 这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还破发 破发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进入这个市场 就是多到卖不掉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看到 他一发出来 他就有几只 一万只 算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大量 有一万只 而他现在呢 总共有五千一百个钱包 拥有这一万只 算是蛮健康的 就是等于说 平均一个钱包两只 你可以想到一个钱包 就是一个人 OK 那他现在的底价是7.5 那他你知道 他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才多少钱 0.2而已 现在到7.5 你觉得花多久时间 以股票来讲 0.2到7.5 这是几倍了 这是几倍了 这已经是几百倍了吧 7.5除于0.5 7.5 除于0.2 差不多是30 差不多是37倍 OK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确实多久发生 37倍 长37倍 一年 一个月 还是一周 还是几天 答案其实没有几天 你可以看到 从4号 5号 你发现价格 都还是在0.7 0.8 我看你上 上面有个ABG price 价格 那你可以看到 到6号 突然0.9 1.8 4.1 7.3 突然暴涨上来 就瞬间冲上来 发生什么事 其实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刚才这出来的时候 周杰伦说 切割 切割之后 大家就傻了 这不是你周杰伦 推出来的吗 结果周杰伦 竟然发了一个声明说 这东西有 跟周杰伦没有关系 在中国大陆的微博 你知道为什么 他会发这声明吗 当然这是事后论 但是在当下的时候 很多人想 因为他去要 赚中国大陆的钱 要去带你们演绎 而现在中国大陆 积极地打压 虚拟货币 或是NFT市场 所以他在里面 一定要做切割 不然他可能会有像一些 被冷冻的情形 所以他一定要做切割 但他马上 讲完这句话之后 这个NFT就暴跌 每个人都是拼命的 跟这个不用钱一样 就随便卖 随便卖 庆才卖 只要不让我 血本无归就好 但后来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神转机 真的非常精彩 就是什么 周杰伦 他在五分钟左右 立刻在自己的IG帐号 有超过690万粉丝的IG帐号 换了大头贴 就换了这只杰伦雄的大头贴 然后你看他这边还写什么 他这边还写什么 换了几个月头像 感受一下元宇宙的感觉 所以亚洲第一天王 周杰伦 没有人敢说意外吧 连生在很多的 周杰伦的什么 什么不是说嘻哈吗 那个 不是说唱 有人说最早的始祖 是周杰伦 他是把说唱嘻哈 这种带入到一般人 可以接受的音乐范围内 所以他成为一个 基本上家喻户晓 不只台湾 不只中国大陆 基本上整个的华语圈 太知名的一个人物 OK 那你看他就换了之后 马上人家知道 所以周杰伦 他是在中国当中做切割 但是实际上 他也是非常支持 这个杰伦雄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马上又在这个IG这边 发了一张文说 东雄西元 爱在西元前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东雄西元 就是东方 我们是东方 亚洲是东方 东方有什么 熊 那西方有什么 一个无聊猿 无聊猴子 就是猿 那为什么叫猿呢 就是指说 这个BAYC 它在美国 欧美也是被炒翻天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 它的市值 你们看到 23259 的市值 基本上是No.1 它里面的一张图 可能就要几千万 几千万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是极品 那这个为什么 刚刚说可以炒起来 也是一样 就是很多的像什么 贾斯丁 那种美国的 一线的艺人 纷纷买这个 然后说要感受元宇宙 那就瞬间炒 非常非常高 就像艺术品一样 那你说这不就是 一张JPG档吗 到底在值钱什么 值钱什么 好 这就是回归到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为什么有人会愿意 花几百万 几千万 买一张JPG档 它不会一下右键 就可以复制 那首先就要讲的就是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叫稀有性 因为 我们过去一张JPG档 你右键 我右键 人人都可以复制 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说 它的出处在哪 对不对 好 就像你去 那个 罗浮宫 你拍摄 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拍摄下来之后 你这个张 你把它列印 有价值吗 没价值 就算你这种 最高最高最高的像素 拍的 有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全球最值钱的就是那一张画 就那一张画 因为是那一张 那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叫另外一个人来 做一比一的复制 复制那蒙娜丽莎的微笑 然后大家都看着他 我都知道他这张是复制的 看着他原来你是做复制 有他值他那张复制的值钱吗 不值钱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达文西化的 一样 今天在NFT市场 因为你可以搜寻钱包地址 你可以知道说 他拥有的NFT 是真的拥有 他是真的拥有这个 所以你没办法做 做假 你做假的话 很容易就被提包 一下就造假 OK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就是为什么说 NFT现在 在艺术品界 很值钱 而且很多 过去 在艺术品界 就是他卖一个画 有一句笑话是什么 你人死 你画的才值钱 为什么 你再也不会有DF 那 NFT反而救了他们很多 他们现在在试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画很多画 然后推出很多 然后赚很多钱 在现在才有办法 他靠NFT 也创了很多的 创了很多的漂亮的图 OK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重点是什么 就是当多数人都认同一件事情之后 这件事东西就有价值 就像劳力士一样 劳力士明明假表也很多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带劳力士 他值这个钱 明明功能一样 都可以看时间 其实有时候你肉眼看 你也分辨不出来真真假假 那为什么他值钱 因为他在劳力士 他可能有什么 有那张保卡 证明他的身份 这是最重要 你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这是最重要 一样在NFT上证明他的身份 往往还更简单 你动动手指 点几下点几下 你就知道 这就是真的 这是假的 OK 那再来就是 这是一个一块 就叫艺术品的NFT 那还有另外一块像是什么 像是这种 我刚才讲的FOMO DOG FOMO DOG 这种群组型的 你进去之后 你会有很多的消息 你会有听到很多的消息 哪个项目可以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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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蛮有趣的 对不对 那大侠自己也有支持 就是我一个朋友 之前有跟我一起 合拍YouTube影片 他叫做Holyar Wolf 他偷你拍 Holyar Wolf的NFT Holyar Wolf的NFT 那他比较便宜 像刚刚的那个FOMO DOG 你的入场均要多少 基本上要200万左右 台币 那Holyar Wolf 相较是一个 你比较平价的选择 他只要1.75 那个大概就是1.75 大概现在你就想象 大概17万左右 所以相当一个很便宜 但是你在里面的机会 可能很多 像里面他就会说 像里面我们就会聊 很多的相关的讯息 会学到很多 一个群组 现在一起做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人时间是有限的 尤其是在分秒必争的NFT市场 太重要了 好 OK 大侠也是有买这个 大侠目前有哪些NFT 首先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的地址 地址在这里 OK 目前我有买一个杰伦的熊 OK 那还要买一个 Hoya Wolf 是一个国王的 还蛮漂亮 那这个是杰伦熊 他这个是有点像 大小爱吃汉堡吧 所以我买了一个汉堡图案 对 那加上这个是一个斑马的衣服 蛮帅的 那个星星 紫色 这紫色是比较稀有的 OK 相较稀有 但这一只 那我杰伦熊 其实我未来是上看 大概是500 500万台币左右 那目前大概是70万左右 那有没有机会 非常有机会 就是像国外的很多的那种 我们俗称叫蓝筹NFT 那其实 亚洲一直没有出现一个蓝筹NFT出来 我们都是在玩国外 那我觉得这个杰伦熊 因为他是周杰伦 这个亚洲天王 他创立的 基本上他已经定了 就是他创立 因为他现在项目 你看 IG这个都已经 发这种贴文 没办法不是线动 是这种贴文 更扎实 更说实 所以在这种都已经 算是一个很确认的时候 那这东西就有意思有戏 那说实话 其实很多的群 在当初这个杰伦 刚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抱着一个 存疑的态度 真的假的 就周杰伦跟这有关系 他也没有正面承认 很多那种很怀疑 对不对 OK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渐渐 都一直在承认 OK 那接下来的 有意思的日期 叫什么你知道吗 周杰伦生日 你看周杰伦生日几号 快到了 快到了 18号 在8天 所以这一个礼拜 可能未来会有什么动作出来 那NFT只要一个动作出来 马上瞬间就是一个 非常惊人的成长 所以这也是我看上的点 虽然现在我买在7 很像偏高 但我其实投资 如果你了解我 你有上过我的课程就知道 在想为什么投资美股 有赚那么多钱 我在2021年 投资美股也赚了 13万14万美金左右 为什么可以 那就是我买了很多 在年初或年中的时候 大家看起来都很 已经很高的股票 但是因为我看到它的未来性 我一定要知道 高还有更高 这个是一个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在投资里面 常常会可以赚钱的话 你要知道说 追高 而且是有价值的高 是很重要 那像股票我们看什么 如何来判断一档NFT有价值 我们就来讲 股票我们是看什么 可能是财报面 它未来的技术展望 OK 那目前的营运状况 目前的它的品牌价值 互成合 使用人的心得 然后续购率 然后用户的续定率 或者是它的用户的成长性 我们用这个来判断 它这间公司未来价值如何 然后再结合技术分析来进场 那NFT也是 一样我们可以来判断 就是它的团队 团队很重要 团队很重要 OK 然后重点这个团队是什么 你知道吗 重点这个团队 不可以是那种 很穷的团队 为什么很穷的团队 因为很穷的团队 前面会画大饼 然后把大家全吸进来之后 这么多钱 落跑了 找不到人 所以就跟我讲到 人非常重要 在NFT市场 一个露脸的人 反而是更重要 虽然它只是 现在你只是买一张图片 但一个露脸的人 带来的性能感非常重要 所以假如说你要去找一个团队的话 一个项目的话 一定要去分析 它这个项目 有没有露脸 OK 再来 再来就是 这个项目方 说到有没有做到 说到有没有做到 很重要 那目前今天 就今天是1月9号 那现在是凌晨1月4号 1月9号 NFT市场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YOLO CAT YOLO CAT 就是YOLO猫 那这个是由 FOMODOG 跟陈灵9算是一起合作推出的 一个猫咪系列 那这猫咪系列 目前它怎么看到 很可爱的猫咪 那它也是群组型的 就这次FOMODOG群组型 那目前268个 然后在223个人的钱包里 但它今天 今天它是第一天发行 遇到了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个项目方 给我的感觉 从一开始的很期待 到后面的 有点意思 为什么 很像跟刚一开始说好的 怎么样 很像不太一样了 那是什么事呢 我就来讲 就是像在 看一下 OK 简单来讲就是 它在之前有个白名单 1月7号 然后它那时候说 要直播来抽出 这个白名单 白名单是什么 空头 简单来讲就是 你可以抽到一个名单 你有个人抽到 你抽到 你就免费获得这个 OK 那发生什么事 就是后来 它没有直播 OK 那这也 大家可能也就算了 那就 但是这就有点 就会觉得 你怎么感觉 说的跟做的 很像有点不太一样 OK 那后来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 今天在meet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就是 很好玩是 他们这个 没有上OpenSea 他们是meet出来 meet就是铸造 铸造MT出来 那想要一铸造出来 大家就赶紧 那个网站出来 大家点那个铸造 然后赶紧生成 你有机会就抢到 那没有机会的话 你就抢不到 他们是说在今天下午 一点半的时候 要出来 但发生什么 发生就是 其实在1分29的时候 全部NFT就被抢光 被什么 被谁抢光 就被 有些机器人 或者是其他的群 他们 一口气就抢光 甚至现在这群里面 可能有 100到50只 全部都集中在 那个群里面 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 当一个项目 NFT 过度集中在一个群里面 那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 这个群可以控制 它的走向 那其实这是我们 不方便乐见的 就是最好 一个群 最好它项目 一个群 它最好 它的资金是分散 比较风险 不能一个群的风向 谁说倒卖 瞬间就倒卖 没有一个抗衡 这是我们比较不容易 不好看到 所以优洛克里的项目 目前还在观望中 观望中 那我自己的分析是 但这是一个小瑕疵 那他们现在有在做 事后补 就是现在今天 meet的人 都可以 他们说是会 偿还这个 瓦斯费用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 这种交易 就是类似于 区块店的手续费 那这手续费是给谁 就是给矿工 就是给矿工 那这件事情就看 他们会不会处理好 其实这很重要 因为他们如果 这不处理好的话 这项目可以说就是 可能算是有点 毁掉了 可以这么讲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 好好的处理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价格 从今天刚出来的 最多直接就是 8 然后到现在 7 还是8 9 左右在排环 那因为它有 4Modog 这种名人的加持 名人加持 对一个群组 也是蛮重要 的加持在 OK 所以它目前 表现的 就是它有地板加在 对 OK 这是这个项目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去这个 这个叫 OpenSea网站 就在那边插 然后按这个 Discord 就可以加入这些群组 好 那现在我要讲就是 其实很多群组 都是要钱的 都是要钱进来 那假如说你想要 知道一些讯息 那你目前 又没有什么钱的话 你考虑加入 大侠的Discord群 那目前我这个群呢 是 是完全不用钱 是免费的 那其实就是 重点就是 我希望 大家跟我一起 在2022年 一起玩NFT 一起来玩起来 一起来投资起来 这个非常非常 有趣又兴奋的 这个 这个市场 市场真的是 非常新 那过去大侠碰美股 也碰了快十年 那其实碰到后面 说实话 有点 乏味 就是 说实话 有点乏味 那当然后年 有一种一些AI来做 那这个绩效 其实也是不错 那我目前其实 我的投资想法 是这样 就是我的 大概百分之 二十到三十的资金 我会在2022年 开始布置到 这个NFT里面 那我当然 美股还是比较稳的 因为美股我在里面 都一年做到30% 是没什么问题的 40%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OK 那在这个Discord群呢 我也会来讲讲美股 那也会来讲NFT 对 都会来讲 对 当然我知道大家 其实对于短期赚钱 这个是非常兴趣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哇 花了两万六 买一个周杰伦的 这个熊 瞬间一个礼拜 就翻了好几倍 好几倍 翻了三十七倍 假如说你买个十只 你直接变百万 换一台保时捷了 对不对 当然这其实有时候 是可遇不可求 你在这种很多 尝试过程中 你也会 面临到一些风险 所以就是在一个群组 大家会互相讨论 了解这个风险的话 那我觉得是 是好的 OK 那我也是 慢慢一步一步 这个过来 从怎么选择交易所 OK 怎么来购买 一步一步 那我就会在 这个接下来的影片 持续的来分享出来 OK 那要怎么加入Discord群呢 也很简单 就是扫着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这个 免费Discord群 OK 那下面 影片下面 我也会放连结 也会放我IG的连结 还有我的脸书 是86大侠 86大侠连结 都会放 这是正式账号 OK 那其实玩NFD 很重要就是 千万不要被诈骗 那我在我之后的影片 也会讲 如何避免被诈骗 因为其实 被骗的钱 有时候 是非常容易的 在这市场 因为这市场 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你自己 才是唯一自己的后盾 好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 帮我把这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 想要赚大钱的朋友 OK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或者我们在Discord里面见 记得扫一下 好 那我们 拜拜 拜拜